這個水槽有這麼舒服嗎? 這邊的水冷呀!那邊的水好呀! 過去泡呀!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十三集的 Minecraft生存教學 這集我們要說的是硬妖呀! 哎呀!頂到頭了! 因為之前那集說整樹的時候 在這裡做擺設 我打算這個角落頭 用來做建築材料的展示欄 所以我在這裡準備了小許的箱 Hello! 這個箱是有關我們今天要說硬妖的教材 今天這一集 如果真的要分的話 可能會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會講解一下最基本的顏料 第二部份會講解一下什麼可以掩得的東西 還有什麼特別 最後一部份會講一些關於顏料的... 即是相關的東西 首先我們顏料的來源主要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這些花 花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那種花相對的顏色 例如紅色的花 我們可以轉換成一些紅色的顏料 橙色的花 橙色的顏料 黃色的花 另外第二種植物 我們可以轉換的是這個Cactus 即是仙人掌 先講一下花 我們將這個花 轉換成為顏料的方法 非常簡單 只要我們把它放在合成台上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紅色的花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Rose Red的顏料 橙色就有橙色 這些花在1.7.2版本之前 只有紅色和黃色 而且以前好像不是叫POPPY的 這個Rose Bushes 也可以轉換成紅色的顏料 如果大家有什麼花 我剛才說的 不好意思 在1.7.2之前只有紅色和黃色 在1.7.2之後 我們就多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去找這些花 來轉換這個顏料 這樣就比較方便 這個仙人掌 其實我們不可以就這樣作為顏料 我們要的方法就是把它燒 如果把Cactus燒出來的話 我們會得到一些深綠色的顏料 讓它轉到頂 這個就是Cactus Green 我讓它燒一下 放在這裡 然後呢 除了這些植物之外 我們還有我們之前挖礦的時候 找到這個Lepus Lazuli 這個就是可以直接作為顏料 用的 這個Lilac 好像可以用來紫色 可以做到一個... 這個Magenta Magenta 就是由骨頭轉換成 我以前說過 另外其他可以做白色的顏料 就是這些不同的花仔 另外有一種我們可以得到的 黑色的顏料 就是這個鷹色 這個鷹色 其實就是透過殺死 在湖裡的魷魚 我們可以獲得的 我試試去找幾隻殺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之前所說 就是他們不知道在某一定 地表以下的那些層數 就會出現這個魷魚 那... 有時候可能會很隨機 看到他們可能... 在一些礦動裡面又會找到 又或者是你自己的泳池裡面又會找到 之類的 黑色的看不到 欸... 不要緊啦 我應該剪片的時候會把他調光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今天應該要帶一個... 哎呀... 不夠氧氣 我應該帶一個... Night Vision 和Water Briefing來試玩 Anyway...不要緊啦 我們馬上就回去了 這個就是我們得到的 Insect 類似狼 Insect 就是蜜膽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我也是不知道嗎 另於... CHAFESC 可以用來做... CHAFESC 可以用來... 可以用來直接作為顏料 太激性了 那... 然後呢... 我再收拾一下 好... 首先要教大家的是不同顏料可以再合成不同顏色 首先要教大家的是骨粉 骨粉加入任何顏色, 也可以得到淺色的顏色 例如可以加入紅色, 紅色, 藍色, 黑色, 咖啡色 這四種顏色可以加入白色 只需要在身上合成 白色加紅色會得到粉紅色 白色和綠色會得到青色 藍色會得到粉藍色 最後會得到灰色 另外這個灰色, 哎呀, 先拿骨頭 另外這個灰色可以再加一次白色 我們會得到Light Grey Dye 即是淺灰色的顏色 這就是不可以用骨粉合出來的藍色 然後開始我們就要教一些更複雜的東西 就是把兩種不同的顏色 加上一種顏色 例如我們可以將這個紅色 加上這個黃色 我們可以得到橙色 讓大家看看 好了, 就是有這個橙色的顏料 另外如果我們把這個綠色 加上這個橙色 加上藍色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我都不知中文叫什麼 不過英文叫做Syan 即是類似青綠色 青藍色 藍綠色 我不知道你喜歡叫什麼色 另外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紅色 加這個 加什麼色呢 加藍色 大家放心吧, 我不是瘋了 這些我也是有張貓子 我不會把所有顏色記得 那藍色加紅色 我會得到橙色 其實如果大家有畫畫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是什麼 我先等一下 另外呢, 其實呢 這個紫色 和我們剛才用這個紅色加白色 得出來的粉紅色 我們可以合到 這個就是 Magenta 類似品紅 楊紅的顏色 我們有這幾隻的顏色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裏應該有16隻的顏色 這裏就是我們所有 可以合出來的顏色 如果大家找到這些Lilax花 我們可以直接得到 Magenta 但有些人不是經常找到 所以這個顏色怎樣合 我都會告訴大家 這是第一部分 所有顏料可以合出來的方法 而第二部分 就開始講解一下 這個顏料 到底可以染什麼顏色 基本上 我們染的東西 可以染在羊毛那裏 例如 不如試一下紅色 好嗎 先做幾隻 紅色 只要我們把一塊顏料 加一塊羊毛 就會得到一個有顏色的羊毛 這個羊毛可以作為建築材料 或者什麼都好 可以放在地上 不同顏料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不同顏色的羊毛 但問題就是 每次是一個羊毛 加一塊顏色 就不是很花酸 所以聽到其他地方 可以染的是 一些生生生生的幼羊 不如我把那些顏料 在那一條 NPC村的時候, 養了很多羊, 因為我要拿羊毛跟NPC交易 我打算去驗羊羊, 讓大家看看不同顏色的羊羊 我準備好的時候, 馬上出發過去 HELLO, 各位羊羊, 有沒有人顧著我? 羊羊也可以掩飾 我們掩飾的方法是, 把牙鳥放在手上, 然後對著牙羊羊 就變成紅色的羊羊, 如果在牙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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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我剛剛在這裏等了很久 希望讓我剃了紅色羊的羊 生出毛 因為我接下來想說的一樣東西 就是羊毛的顏色 其實在天然的羊裡面 絕大部分的羊都是白色 即是我原本的羊裡面的羊 另外我們有機會看到淺灰色 深一點的灰色 又或者是黑色綿羊 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就是咖啡色 而最罕有的 我上次在森林裡 應該是粉紅色的綿羊 這幾隻是天然有的綿羊 而其他的綿羊就不是天然有的顏色 如果大家想用不同顏色的羊毛來做建築 大家可以圈養很多不同的羊 然後把同一隻的繁殖 剪掉 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羊毛 這個羊 另外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其他身上的顏色 其實如果我們把兩隻可以混合的顏色 混合在一起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兩種混合顏色的羊綿羊 我自己特地有一隻顏色是沒有帶回來的 有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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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就是這個紅色和黃色加起來的橙色 我們可以試一下 如果兩隻的羊羊出來的話 在裡面啦 在裡面啦 嘻嘻嘻嘻 嘻嘻嘻 我們就會得到一隻橙色的綿羊 我剛才那些白色加藍色 得到粉藍色的方法 也都可以得到這些綿羊 如果我強行將兩隻不可以混合顏色的綿羊 兩隻不可以混合顏色的綿羊一齊一齊的話 他們就會得到他們的服務其中的一隻顏色 這就是養綿羊的可愛之處 不如我們每一樣羊毛都收集一隻顏色回去啦 根本主要都是偷羊的 剛剛又不是最後一隻 我們前面有所有認識的羊毛 齁齁齁齁齁 按… 除了這掉下的羊毛 我們また替色 handout 而第二件可以掩飾的就是Harden Clay 如果大家有看我前兩集的教學 我也有介紹給大家看看 這個Harden Clay可以在Maser Biome可以得到 這個Harden Clay我們要合成的方法是 讓我每樣用一隻顏色 哎呀沒有這個紫色 我們這個Harden Clay合成的方法就是 需要用8格的形式圍繞中間的一格 然後中間放一個顏料 我們會得到一個8粒相對地的顏料的這個 然後照舊我每樣做一隻顏色 先拿出來 剛剛好兩棟64的Clay用完 我自己也沒有計算過 然後我們也放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最後不要忘記 因為這個Harden Clay也要有自己的顏色 因為它本身是偏玉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染出來的顏色也有少許的玉色 尤其是白色很明顯是比較淺的玉色 這個就是Harden Clay可以合出來的顏色 然後第三樣我們可以合的 也是一種建築材料就是玻璃 這個玻璃的合成方法 我這樣看我應該不夠玻璃 玻璃的合成方法就跟這個Clay一樣 就是把一塊顏料圍繞在中間 然後用玻璃圍繞著它 做的方法就是這樣 我們會得到一個紅色的玻璃 嘩嘩 我一身沒有位置 走開 我亦都放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然後我會每樣顏色都做一塊玻璃 然後放給大家看看 嘩 水槽有這麼舒服嗎 這邊的水冷啊 那邊的水好啊 過去浸啊 嘩嘩嘩 嘩嘩嘩 這裏就是所有玻璃的顏色 另外這些有顏色的玻璃 其實如果你把它六塊打橫放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扁平的玻璃片 但是如果我們先得到這個玻璃片 我們用牙鳥圍繞著狗角 其實我們是沒辦法轉換到有顏色的 雖然我們要得到這些有顏色的玻璃片 只可以從這些先染了顏色的玻璃製作出來 我自己看這些顏色來說 我覺得玻璃很難用 因為大家會看到 絕大部分有顏色的玻璃 都是偏向螢光的 例如這個黃和這個綠 相比下面的兩隻 太透明太光 其實我自己覺得 要用來做槍的話 就不太好看 所以我自己也是傾向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就是會用這個透明的玻璃來做槍 除非大家想做一些壁畫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有顏色的玻璃 而我自己覺得 其實真的可以用來做玻璃槍 就是你可能會用到 就是淺灰色 又或者是咖啡色 因為這個咖啡色做出來 就好像有些類似古舊的槍 最後一件 就是我們可以染的 就是這個皮夾 我們可以染的皮夾 其實不是這塊皮 而是我們可以做出來的這些裝甲 那這些皮夾做出來的裝甲方法 就和我之前教學的那些 鐵做出來的裝甲方法 就是一樣 而我們染色的方法 就是我們把那個 物品放在這裡 然後把顏色加上去 我們會得到一種不同顏色的皮夾 而其實這件裝甲 我們可以放幾種顏色上去 我們如果把這個咖啡色 如果加黑色的話 我們會得到一個 深架Fake Set的衣服 基本上 我可以有幾千萬種的 即是加的方法 例如我再加多一個白 它又會變回淺色之類之類 所以這些皮夾 有很多種配搭 如果大家只看兩種顏色 搭在一起的話 就是這張圖 就是這個維基百科裡面 剪出來的 就是大家會看到 到底我只是同一件裝甲 也有幾多重感的顏色 所以呢 這個裝甲也有這麼有趣的東西 除此之外 例如我想要一條 淺花... 要不是淺啡色的褲 還是深啡色的褲 不如做一條深色的褲 白色的頭盔 然後呢 做些... 嗯... 做些... 做些... 做些橙色的胸甲 再加一個... 黃色的鞋 看樣子會很傻 我個人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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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也挺漂亮 這樣就... 嗯... 這隻... 這隻... 我隨便亂加的 就是啊 加到鞋裡 嘻嘻 都挺有趣的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裝甲 鑽上身 嘻嘻嘻嘻 糟糕 那這個裝甲 如果大家 染完這個顏色之後 你說 我不是很喜歡 例如 我不喜歡這件衣服的顏色 這樣 我們可以洗掉它 我們洗的方法就是 不好意思 我要用這個水槽 喂... 不要緊 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把這件衣服 對著這個水槽 right click 大家會看到 我只剩一件 完整的衣服 即是原本顏色 沒有顏色的衣服 然後呢 我不喜歡 我又可以再去染 第二隻顏色 看看吧 咖啡色 深綠色 不如要這隻 淺藍色 然後呢 最後可以掩飾的 就是這個 我們純回來的 這個浪 它們的身上 這個圈的顏色 例如 爸爸 就給你一個粉藍色 好嗎 然後 媽媽 給你一個粉紅色 嘻嘻嘻 你看他們一上一堆 咦 我兒子呢 那兒子呢 不如 給他一個綠色 嘻嘻嘻 那兒子 終於周圍跟著我走 給他一個活潑的顏色 那呢 這個狗 也可以這樣掩飾 如果大家有看我這個 藥水的濃縮教學 就會看到 其實牠身上的那個圈 就是一個 如果我們把牠丟到藍形藥水的時候 這個圈是不會隱形 因為呢 這個圈其實是不屬於身體皮膚的部分 是一個 即是遊戲裡面來說 是一個額外加上去的一個外框 所以 那個部分 是不會被隱形的 同樣 就是那些 有蘑菇的牛牛身上面的 那些蘑菇 亦都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 亦都不會隱形 羊毛 亦都是一樣 那 講完這些所有可以染顏料的東西 我們就到了第三部分的教學 其實這一部分 就是講一些雜不甩的東西 我自己看維基的時候 其實發現了一件很搞笑的東西 就是 這個在這個Pocket Edition裡面 即是這個手機的版本裡面 如果我們要得到這些咖啡豆的話 我們是要把這個黑色 和這個橙色加在一起 即是我不知道怎樣 將橙色的硬料 塞入它的墨水膽裡面 會得到一些咖啡豆 不過總之這個遊戲的設定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它遲些會不會改 而這個先人獎的用途 其實我第15世16集 去沙漠神殿的時候 亦都講解過 到底有什麼特性 這個咖啡豆 就是可以做曲奇餅 在我第26集 去完這個森林回來的時候 就有講過 這個骨粉 這個骨粉 其實很久之前 我們教種東西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了 這個骨粉 除了可以令到這些靜蜜加速之外 我們在地上 亦都可以令到 草地上生出現一些草 和一些小花 嘩啦 大家就會看到很多草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這個教學 我以前沒有那麼多草 這個平地是被我打破草 然後用來開始種這塊田 後來我專門用這個 shir 剷草 然後這裡放一點 那邊放一點 看起來比較自然 然後我們放完這個燈之後 大家會發現 我這裡有一棵這麼高的草 其實就是把一些普通的草 再加多一次骨粉上去 它就會生多一格高一點的草 那我專門用到這裡 好像雜草重生 這個燈柱有些青苔 才感覺上很合理 這些就是一些骨粉可以用的東西 啊啊啊啊啊啊 有入侵者啊 然後我挖礦的時候 也說過這個Lipisla Sula 如果我們將它狗架這樣鋪 的話呢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Block 那這個就是一個Block的Lipisla Sula 放下來就是這樣 我自己就一般喜歡 因為看起來 顏色就... 就... 有點... 骯髒的感覺 大家看看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可以用來怎樣建設東西 那這個就是Lipisla Sula 可以做的東西 那最後呢 另外想說多一點 就是這個... 墨汁 如果我們將一個墨汁 加一個語毛 然後再加多一本書 我們呢 就會得到一個Book and Quill 這個Quill 即是... 語毛筆的意思 那這本書呢 其實... 我自己已經合成了一本 那這本書呢 我們呢 是可以用來寫的 嘿... 不好意思啊 剛才說了一大量廢話 我們重新再說過 那... 那... 這本書呢 如果我們拿上手 right click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呢 是可以在這本書上面打字的 那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打字 那... 那... 這本書呢 我們總共有50頁 例如呢 如果我這一頁打滿的話呢 我們可以按下一頁 這個... page 2 of 2 2 of 3 然後呢 我們呢 一路按下去呢 後面我們就有不同的頁數 那麼我們最多呢 就是有50頁 另外呢 我們這一頁子裡面呢 有13行 然後呢 一行裡面呢 可以打到19個字母 另外呢 有一樣相當地... 相當之比較方便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上面呢 是copy and paste的 即是說呢 如果我在電腦裡面 copy一段字 然後呢 在這個... 這個書裡面呢 按這個... paste的話呢 即是我們的Ctrl V 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些字貼上去 那麼... 這個字呢 我們平時普通打出來 例如... 嗯... 月... 六日... 嗯... 新年... 這樣啦 一記中術記帝 話他那天一起不掛 有記者曾經遇到... 那呢... 嘖... 這個... 這個字呢 就只有黑色的 但如果呢 有些人玩過 有些... 類似故事的Map 之類的東西 會發現這個書呢 是可以顯示一種... 其他不同的字的 那麼... 根據維基百科目所說啦 我們呢 要加一個... 叫Section Sign的東西 然後呢 在這個符號的後面呢 我們再加一個... 嗯... 數目字或者英文字呢 我們可以改變了 在它之後打字出來的顏色 那麼... 那麼... 那... 那麼... 這個維基裡面呢 就... 就... 一堆... 類似模板的字 那麼... 如果我上來的時候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對了... 不同的字 有些什麼不同的顏色 那... 如果呢 這個... 這個... 這個Section 符號下方的 0字呢 或者是一字 2字 加3字 我們有相對不同顏色的字 剛剛所說了 這個Section 符號加個k 字 就會出了這些 蛇仔亂碼 i 字 �體 m 字 blood and N, 底線, O 是斜體 如果在任何不同字體上, 後面加一個 section R 的話 我們會得到一個原本的字 這就是書中不同符號, 可以做到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寫完這本書, 不想再改 我們可以按下 Sign 按鍵, 上面可以選這本書的 title 例如我剛才這本書叫 Formmating Codes 下面一定會寫 By 哪一個人, 這是使用者的名稱 左下角選 Sign 和 Close 之後, 這本書就沒辦法再改 這裡有寫的, When you sign the book, it will no longer be editable 如果我按下去, 我就會得到一本寫寫的書 這本書就是我們只可以看的, 唯讀的 Read Only 右下角就會得到剛才那本書 如果我們有超過一頁, 由下角會有箭嘴 按給我們看看下一頁有什麼內容之類的東西 這就是書的功用 這本書除了自己可以寫之外, 也可以複製 要複製的話, 要有一本已寫過的書 還有一本, 我們用羽毛和墨水和書合成的 Book and Quill 我們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會得到兩本的這個書 那麼, 我們今集要講的話, 就已經講完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吧, Bye Bye